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一个 但是呢我估计也没有经过比较严格的系统练习 他的问题在哪啊 我给你球 你就连续拉不许发力啊 不许发力 我现在给他的球啊 是比他所希望的望里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他可能希望在这儿了 我给的球给的这儿 为什么 就是他给他这个动作啊 他一抡起来发力拉的时候 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呢 就他这身高 他这个臂长 他这个继续点横向离自己重心所能掌控那个半径失控了 就往外太多了 横向往外太多了你知道吧 所以说你只能这么收钱比 对不对 其实好的一个动作是大臂跟身体在一起的 我为什么把这球往里往里给你发啊 就是希望你的胳膊别弄成这样 他是这样拉的 知道了吧 再有一个 你这个地方先别先别发力 你把你那个蹬腿跟那个右胯往前稍微顶一下那感觉啊 跟你这挥到额头上的感觉啊 放在一块 我不要旋转 我就要一起 好不好 来 来啊 走 走 走 挥上去 对 挥上去 挥上去 挥 摆动 摆 摆 摆手 对 脚吃住劲 腿吃住劲 对 你还拉得丢吗 丢不了 因为什么呢 你那个 因为我为什么刚才说你没经过比较细统的训练呢 他拉两板以后啊 他那重心全在上升了 下边失控了 就底下为什么 站不住了 就这感觉的 你懂吗 他肯定他就乱了 你必须两个脚抓住地那感觉 尤其是拉的时候 右脚一定要吃住劲 你想拉多快拉多快 想拉多慢拉多慢 因为那是重心呢 知道吧 找这感觉啊 你把动作别发力 把动作挥完整啊 走 对 摆手 走 摆 走 就这样 连续 一点 一二一二 动作别停 对 慢摆 慢摆 快上手 对 先撞 先撞 先撞那球 挥上 挥上去 撞不等于不挥上去 对啊 对 挥上去 摩擦 对 对 对 你还有点什么 你还有点 你还有点到这 直接就上去了 先迎上去 再 就 先把那球撞实了 再挥上去 别发力啊 走 对 好的 对 好极了 哎 这吃的 吃的比较实 好的 这感觉好 对吧 实了 而且你脚底也踩住了以后 你那快慢就有控制了 你就拉不丢了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其实 其实是个重心问题 它 协调性蛮好的 真的 你要自己 没有人教过 打成这样 相当不容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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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